历未记第四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宁小玉以色列人说 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 误犯了一件 或是受高的祭司犯罪 使百姓献在罪里 就当为他所犯的罪 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 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 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 在耶和华面前 按守在牛的头上 把牛载于耶和华面前 受高的祭司 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 把指头站于血中 在耶和华面前 对着圣索的曼子 弹血七次 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 耶和华面前 相谈的视角上 再把公牛所有的血 倒在会幕门口 樊祭坛的脚纳里 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 乃是盖帐的脂油 和帐上所有的脂油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 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带取下 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 祭司要把这些烧在凡祭的坛上 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 并头腿脏腹分 就是全公牛 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 到会之所 用火烧在柴上 以色列全会众 若行的耶和华所吩咐 不可行的什么事 误犯的罪 是隐而未陷 会众看不出来的 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 就要献一只公牛赌为赎罪计 迁到会幕前 会众的长老 就要在耶和华面前 按手在牛的头上 将牛在耶和华面前窄了 受高的祭司 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 把指头占于血中 在耶和华面前对着曼子 谈血七次 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 耶和华面前 谈的四脚上 再把所有的血 倒在会幕门口 凡祭坛的脚那里 把牛所有的汁油都取下 烧在坛上 收拾这牛 与那赎罪计的牛一样 祭司要为他们赎罪 他们必蒙赦免 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 像烧头一个牛一样 这是会众的赎罪计 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 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误犯的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 就要牵一只 没有残疾的公三羊为贡物 按锁在羊的头上 载于耶和华面前 在凡祭生的地方 这是赎罪计 祭司要用指头 在些赎罪计生的血 抹在凡祭坛的四脚上 把血倒在凡祭坛的脚那里 所有的汁油 祭司都要烧在坛上 正如平安祭的汁油一样 至于他的罪 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必蒙赦免 民中若有人行的耶和华所吩咐 不可行的什么事 误犯的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 就要为所犯的罪 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三羊为贡物 按锁在赎罪计生的头上 在那载凡祭生的地方载了 祭司要用指头 赎先羊的血 抹在凡祭坛 视脚上所有的血 都要倒在坛的脚那里 又要把羊所有的汁油都取下 正如取平安祭生的汁油一样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新香的祭 为他赎罪 他必蒙赦免 人若牵一只绵羊膏 为赎罪祭的贡物 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 按锁在赎罪计生的头上 在那窄凡祭生的地方 窄了做赎罪计 祭司要用指头 蘸些赎罪计生的血 抹在凡祭坛的四脚上 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脚那里 又要把所有的汁油都取下 正如取平安祭羊膏的汁油一样 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 烧在坛上 至于所犯的罪 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必蒙赦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赎罪计划